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 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国革命经历了血雨腥风的28年 28年中 中国共产党历经磨难 几度沉浮 终于迎来了革命的胜利 这期间 涌现出了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 他们为了党 为了人民 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 抛头颅 洒热血 宁死不屈 视死如归 共同为我们汇救了一幅 壮美如虹 大气磅礴的历史画卷 对于这些英雄 历史永远铭记 人民不会忘记 他们永远都是一座座不朽的封碑 永远的封碑 新中国英雄人物故事 今天介绍的英雄人物是 吴运夺 新四军枪炮大王 吴运夺 新四军枪炮大王 吴运夺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 新四军革命根据地兵工事业的开拓者 新中国第一代工人作家 他撰写的自传 把一切献给党 曾教育了整整一代人 苏联人民在莫斯科 为他建立了中国保尔纪念馆 吴运夺出生于江西平乡 安圆煤矿 一个矿工家庭 他参加了新四军后 被派到修卸所工作 吴运夺头脑敏捷 人也机灵 什么东西 他只要看上一眼就会 一年之后 修卸所扩大为兵工厂 吴运夺担任了造枪班班长 造枪对吴运夺来讲是第一次 厂里没有图纸 设备也十分简陋 为了造出枪来 完成党交给的工作任务 吴运夺有股出生牛肚 不怕虎的气概 他不气馁 不畏惧 没有图纸自己画 精心打造一个个零件 功夫不负有心人 不到三个月 凭着他的智慧和灵巧的双手 设计和制造出了枪支 创造了新四军造枪的记录 一天 叶挺军长带着一个外国女记者来参观 这个记者是国际友人 史莫特莱 走进造枪车间 他要了一支新造的步枪 举枪向前方的钢板 一连打了三枪 淡淡穿过 他看了看周围的环境 好奇地问 这枪是用什么机器制造出来的 吴运夺只指长凳 矮凳 木桩 木板 回答他说 就这些 史莫特莱耸耸肩膀 称赞说 奇迹 没有机器 凭着智慧 热血 制造出了枪 我见过许多冰工厂 可从未见过没有机器的冰工厂 这个冰工厂是世界上少有的 一天 吴运夺接到师部新任务 研制新型的类似制弹筒一样的武器 枪榴弹 他找来有关书类似 看了一遍又一遍 又将支弹筒拆散 对一个个零件进行研究 但是 有关书类上对枪榴弹介绍的很少 全本书只有三百多个字 多半是讲他的杀伤力如何厉害 对于研究如何制造 没说一个字 他唯一的收获 就是书上提到 枪榴弹是用普通步枪 发射的一种小型炮弹 吴运夺是个知难而尽的人 他整天摆弄着制弹筒的 各种大小炮弹 脑子里不断地思考着 寻找着灵感 终于他想出了一个方案 把搓缸滚掏空 制成类似制弹筒的枪榴弹筒 用没有弹头的步枪子弹的 火药高压气体 把筒内的枪榴弹发射出去 想象归想象 但要让想象变成现实 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吴运夺日思夜想 翻书设计 前功老高提议把枪榴弹筒的底座 和底座柄分开 成了两个零件 这样既节约材料 也方便加工 有利于大量生产 可是 用什么样的机械装置 来调节射程呢 大家都面露难色 车工牢里 突然脑子开了窍 指着车床上 转换齿轮旋转方向的手柄说 吴厂长 为什么枪榴弹 不可以照这个转换配置来设计呢 对呀 这也是个办法啊 吴运夺绘图 做试验 半个月后 第一批枪榴弹 和第一只枪榴弹造出来了 第一次试验射击 吴运夺用绳子 把步枪捆在大柳树树干上 枪口卡上了枪榴弹 桶口对着荒地 再把枪榴弹装进桶里 拉开枪栓 推进无头子弹 扳机上 进一根小绳子 等大家都隐蔽好后 吴运夺蹲在干水塘里 一拉小绳 枪榴弹射了出去 火光一闪 在爆炸声中 尘土卷起烟雾 向上冲起 破片呼啸着飞散 好啊 大家就像听到过年的冰炮声 那种激动和喜悦 是无法用语言 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述的 大家高兴地围拢过来 互相握手 庆贺 设验虽取得了一些经验 但吴运夺还是觉得 射程不十分理想 吴运夺苦思冥想 突然想到发射药 他赶紧推醒了同屋的老马 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 两人立即来到装备车间 把火药倒了出来 放在碾槽里 碾成碎屑 使它燃烧得更快一些 充分发挥火药的作用力 他们连夜配好火药 装好几发子弹 东方刚露出鱼肚白 大家来到试验场 吴运夺装好枪榴弹 左腿跪在地上 朝荒地打了一枪 只听一声枪响 枪榴弹飞得无影无踪 大家都昂着头向前张望 忽然听到远处传来雷鸣般的爆炸声 大家奔向爆炸点 一梁距离射程是540米 比先前增加了一倍多 顿时一片欢呼 第二天 吴运夺带了两个同志 扛着枪榴弹 挑着枪榴弹 到了二师司令部 周参谋长高兴地拿起电话 立即布置了靶场 靶场边上人山人海 师长 政委 参谋长都去了 一连打了十几发枪榴弹 每一发都射得远 炸得漂亮 太好了 真棒啊 靶场上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和欢呼声 他们制造的枪榴弹 很快就出现在前方 为抗日战争的胜利 做出了杰出固献